洪水退后返回家中 您房屋内外与周围的洪水 都有可能会导致您身体的受伤与健康问题 只有当您所居住的城镇官方部门 明确表示已安全了 并且水已退出 在这之前,请一定不要返回家中 请在您的房屋外以及四周处先查看一下情况 远离倒下的电线、燃气泄露或受损的燃料箱 如果您看到房屋结构已有损坏 比如新的裂缝 屋顶出现问题或墙壁移位 请不要进入您的家 如果您闻到燃气味道 闻起来像臭鸡蛋或听到嘶嘶声 请立即离开此区域 并马上给当地煤电公用事业打电话 如果家中仍有机水 您能够从干燥的地方把主电源关闭 那就请关闭电源 但如果情况不是这样 请一定联系电工来关闭电源 请记住绝对不要自己去关闭或开启电源 也不要站在水中使用电动工具或电器 请记住绝对不要在家中、地下室、车库内 或距离任何门窗通风口不到20英尺的地方 使用发电机或使用任何汽油发电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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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